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对 马先生先拜年 马先生是德高望重的 然后我代表女界给大家拜年 给男界和女界同事拜年 代表男厕所和女厕所 没进错了 你看你别笑 我跟你讲 现在春运都笑起来了 笑出病了 女的现在就说买票你见着了吗 北方在雪地里 然后广州火车站 说一天七万人 发送了 而且那么多人堆在那 上了车又怎么样 你知道现在女民工跟她老公 打工几年挣了五万块钱 今年回家 就前几天的事 在硬坐车厢上 俩人怕贼偷了 一直捂着这个钱 不吃不喝 连上厕所都不敢去 结果就离重庆站 大概还有六个小时的时候 老婆不行了 就开始发呆 然后就笑 你想 她一直在车厢里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笑 但是你知道她一直笑会出现什么后果 窒息 险些给死了 你知道吗 一直就出现了窒息症状 列车员吓坏了 送医院去 这就一检查 医生说这叫密闭空间 春运这种精神紧张焦虑拥挤 会造成这种不正常 我刚才还想问你 把症状说 她为什么会笑 离家人越来越近了 这个东西保住了 那她 这天下不是无贼了吗 她怎么还会发生 让我们想到了那个场面 我看到一个片子是 他们去到新疆去摘棉花 也是密闭空间 也是最后都是精神不正常 这个压力太大 我们 我们现在目前感受不到了 我过去小时候感受过 你小时候给关过 就是坐火车 那坐火车 火车也是那个状况 厕所也不能上 什么都不能上 而且我发现人有时候很奇怪 你比如说 憋着想去小便 也不能去 慢慢就给憋没了 就真没了那小便 憋没了呀 对 也不是哪去了 就没了 在尿的时候也尿不出来了 被抑制消解了 有时候不要说长途的火车 对 我记得那种疼痛 我有一回从广州 三十多个小时 也甭说上厕所 我的三十多个小时 脚就没挨过地面 这几个人把我支起来 你想一直这样 然后到了家 确实是撒不出尿了 不是 就是没法小便 然后终于小便出来的时候 我就记得那个疼 这是膀胱憋坏了 你知道 还有那有病的是什么 也是怎么都是女民工 我看那报纸上 说人没有安全感到什么程度 都是揣着钱回去的 揣着钱回去 然后只要一听见旁边人打手机 说我快到站了 跟家里人说 你到哪接我什么的 他就怀疑是犯罪团伙 谋他呢 于是你知道他怎么办吗 他整个三个小时 他也在打手机 实际没给人打电话 就点说 假装是震慑犯罪分子的团伙 咱也有人 我到哪了 什么什么的 就能这样 真有这个 这个环境真的有这么危险吗 他真的这个犯罪的因素 你是没坐过中国的火车是吗 我不瞒你说 我坐过旅游的火车 我这么说 那都很舒服 公众会恨我 这个什么 这个春节春运期间的火车 都是超复合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是一个长期其他问题 你比如这个钱 为什么 我简单的想 为什么你不会回去 对吧 我呢 你开始也这么想 为什么你钱不会回去 你随身没不带钱 不就完了吗 后来我看到一个报道 我觉得他为什么不会 就他会回去取不出来 他那个有的 他有的 他们是通过邮局会吗 到了那个 那个老家的邮局那时候 现在没钱 因为大家都是汇过来的 我这个调不出这么多现金 让你们都怎么弄 就等 银行的镇上 他不是说 我不给你 你需要等 一等等半个月 他快 又该回来了 所以他就没办法 只好带在身上 我觉得对金融系统 也是一个考验 没错 马先生说的 我就最近想起 他们不都做大国梦的吗 都在说吗 我就说人家那个谁 吴敬莲说的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说什么呢 就说现在不要急着 说什么大国不大国的 应该想着怎么样满足 人民生活的幸福 这是咱们最实实在在 要做的事 甭说那个大话 而且我就是说 这个大国呀 不是那种表面的 序章做事的 一个最具体的 我去你的银行 我就知道你 你甭说大国 你连香港你还比不上的吗 你比如香港 我跟你讲 你去银行 一个身份证 你把密码忘了 也没关系 只要你带身份证 什么转账 什么都能给你做 甚至是电话 都可以了 你在这 你密码忘了 那对不起 你得重新申请隔四天 你要密码报失 然后怎么怎么 你办不了这个事 你说你 瞧谁都不是好人 不过我刚才说 什么瞧谁都不是好人 我肯定不是好人 所以我为了拉近 我刚才 我虽然没坐过春运火车 但我拉近一下 跟大众的距离 说一下凡人小事 我发生过 在我更年轻的时候 我肯定是小事 我坐过公交车 尽管不是那么长途的 春运的火车 但是你知道 在那个未必的空间里面 我现在 刚才你勾起了我 石海勾成 历史的石 石海勾成 想起了过去的一些尴尬的往事 你要知道 在更年轻的时候 当我还很在乎 自己是一个女性的外表 和男女之间 受受不清 深受这种毒害的时候 一个女孩子 在你18岁的时候 在一个非常密闭 你叫上海那种 人挤人的 那个沙丁鱼罐头 那个车里边 夏天的时候 穿的又比较单薄 那个时候的情绪 我觉得超过 一个小时以上的路程 也是会把人给憋疯了 你知道 又这么这么死扛着 知道所有的人 特别周围都是男 男孩子 男同学 记得你春情荡漾是吗 没有 我又希望别人 别人别人 千万不要有肌肤之妻 但是你又无法的避免 所以自己扛着 在肢体的心 把 这是僵直性挤猪炎 到下手的时候 都得拆下去 他们说那北京地铁 那个说 说哎呀太挤了 把我老婆都挤流产了 老婆怀孕了 那人说这算什么 我老婆都挤怀孕了 就说这事 但是你知道 他们说这个票 都卖不光 不都卖光了 买不着票 然后 现在你知道网上 黄牛党都开博客 我那天看了一个 黄牛党的博客 当然他可能是 异端邪说吧 咱这就不是 他说他是黄牛党 他说你们这想知道 票到哪去了吗 说虽然这个票 说是不涨价 但为什么你买不到呢 他就讲 在我们手里 与其说在我们手里 不如说在代售点手里 他是说 我教你一招 你不是实在买不到票吗 你呀 假如说火车站售票 是第二天早上八点 你什么时候去呢 你前一天晚上十一点半 你去那个代售点 轻轻的敲门 别那么使劲敲 里边有灯光 轻轻的敲 他可能不理你 但是呢 你一直这么敲 最后他里边无奈 他可能就打开门 他可能就原价能卖给你票 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知道吗 因为呢 就是火车票的各个地方的代售点 据据黄牛党说啊 代售点 那因为铁路是垄断性行业 你申请到这么一个代售点 那得花价钱 你那有代售点 你的成本怎么回来呢 平常那个时候 你没得需要啊 就赶上春运 但是火车票不能涨价 对吧 你怎么办呢 他就说叫 打票 打票 就是说你一次啊 只能打九张 但是呢 你要一次的 一下打了十张啊 好像就要向铁路局申报 于是你就一下打九张 也就是说你最快一分钟 你打十八张 好像只有十八张 但是如果所有的这个代售点都这么干的话 那当然就没票 打给谁呢 就把这个他他那个意思说代售点的这个人 打给自己熟悉的人 其实就黄牛党嘛 我卖给你加个一二十块钱 黄牛党再卖黄牛党再加二三十块钱 他就是说火车站早上八点卖票 这个代售点呢 是昨天晚上十二点出票 所以他就说为什么呢 就是说一等一开始开票 第一分钟之内 实际上这票哗就打出去了 所以他让你前一天晚上十一点半 敲那个门 他说他碰见过 看了也没办法 你去你敲门吧 只能卖给你 这样还能买这票 哎 这不知道了啊 这可能是胡说八道 智商学用在这个上的 我看到报道是说 就是不一直强调实名制吗 因为你导票只有实名制 你跟飞机一样 飞机没人导票 你再紧敲你也没法导 对吧 他得凭着实名嘛 那么 因为铁路系统是国有的 这个给他增加很大的负担 所以他不愿意做这个事 如果我觉得要尽快的实行 一种简单的实名制 比如我凭你的 你买票照张三写个张三 身份证张三就上车了 不是太费劲了 这样他就把问题解决了 但是 说到飞机票 我常常觉得飞机票里面 恐怕也有很多的猫 你为什么有时候 我买的票的 十弹里面有两弹 他说是不能够给我发票的 我的票面 票点的事 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 没有 咱不要肃反扩大话 我讲这事都是黄牛党说的 这个很难说 但是为什么人们愿意 把这个当事说 这就反映说 现在就大家一聊天 就说这个坏 甚至就说 这人坏透了 坏到什么程度 就是坏的心机百出 所以为什么这些 你哪怕是谣言 大家愿意相信的 就是我们对人 对这个人缺乏信 你不要这么讲 比如说我到台北 他感受到一种 你知道吗 其实都是你的一种瞎相信 可是你莫名其妙的会觉得 这个人都挺和善 比如说你莫名其妙的 就会相信台北的低势司机 香港的低势司机 不会给绕路 实际上也有少数绕路的 但是为什么你会有这种 不理性的这种相信 为什么 但是为什么你比如说 你跑到哪 跑到内地的某些城市 你就会凑处 就像这个女民工 害怕 你一打电话 这是算 算计我钱的 对社会的整个秩序 没有相信感 我不要说一般人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到一个陌生城市的时候 很怀疑人家绕路 绕路倒不一定说 心疼那个十块八块钱 关键是费那时间 犯不上 他那的绕 但是实际上有时候 他并没有绕 因为他可能城市的交通管制 或者是有的担心 我们是不熟的 所以感觉是在绕路 那就是你长期积累的一种心病 他们那些 比如说是 类似像焦点访谈这样的 暴露社会黑暗面的东西 真的看多了 而且我特别乐意看这个东西 报纸我专找这个版面 高兴看到祖国黑暗是吗 没有 我想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有白地方 就有黑 左中右 比如说现在我就有个怪毛病 比如说在人多的地方 我不愿意去 去了以后 如果我发现有一个人 在五米以内 他老是跟我不发一致的话 我就 我就马上右转 或者左转去我一个本来不想去的地方 我觉得他是偷钱包 扎爱资 真的 我就 莫名其妙的恐惧 有这种东西 我要去绕一圈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 有时候朋友之间都是这样 没有办法信任 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很难办 而且你像 那天 马老师跟我还说呢 你知道现在有的人 有点钱的人 他有车吗 他连司机 他连自己的司机 他都信不过 我跟你说 这里边有故事 咱们待会马先生说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马先生你说是不是 我是也听说有的人说 说我那司机 我在后座说话 我都怕他 他是这样 就是我们今天的防范 已经防范到最近的人了 过去防范是防范很远的人 他那个战线都拉得比较远 一般亲近的人都不怎么防范 但是呢 这么多年我们能看到的各种例子 报纸上登的这些事呢 都是往往是越近的人 越坏你的事 杀手 那么就是过去 比如你雇佣的人 还有比如你最亲近的 就是司机 你比如司机是知道 这个老板的一切行踪 是是是 有时候你在 对对对 你上去打电话还干什么 他都会知道 这时候呢 他有时候会发生一些 这个量变到质变的 这一个过程 一开始听的少 后来听多了 然后他觉得这个事可以要挟你了 或者心里不平常了 种种 他可能从另一个途径就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 我们今天确实 跟那个民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就是他的 他拿着钱的那种紧张 跟我们紧张只是形势不同 但内心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现在不说 说人心大坏 也许夸张了点 但至少是人心惶惶 我真知道很多司机 都是一家人的先生和太太的双料间谍 对 应该他说他给这先生 是吧 大款 开车 完了以后 他应该是他什么行动 就像你说二奶什么的 他都知道 晚上上哪儿宵夜了 又上哪儿K哥了 他同时呢 他其实是拿着这个太太的另一份佣金的 他随时向他汇报 这是李莲英的后代吧 这是 对 双料的 他这种道德训练在过去跟今天有很多不同 比如英国他对管家的训练 他有一条就是不听主人说话 就是他给主人比如服务一餐 服务餐以后 主人跟客人之间的交谈非常重要的事 他一句都没听见 他是真的没听见 他从小就接受这种道德训练 这个不是一个技巧训练 是一个道德训练 规矩 我不听你的 我不听我就不烦 我什么事 你按我说我都说不出去 我就不想了 真是 但是我们的人不该听的都竖着耳朵听 我们通神守眼 八面玲珑 能多听耳朵就多听耳朵 然后有的把这个作为一种炫耀 他有时候不是坏心 比如你身边的人他会说 我知道老板一见最近有什么事 他就很炫耀 因为他觉得他跟老板近 让别人高看他一眼 他出于很多目的 他就把这个东西散出去了 我跟你说 这真是祸从口出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感觉 你有时候交往朋友也是这样 哪都好 嘴不好 你知道吗 你不能为朋友保守秘密 你也没办法 你觉得很无奈 对不对 他就是这毛病 对 我就有一个朋友 就是个律师 他有时候失去了很多商业机会 他都不知道 因为原来人家请他做律师 后来那个人就跟我说 说我发现律师有一个问题 就是爱打听事 就来了问东问西 这个大忌 因为他不知道 你不是要认为说 你好像觉得很亲近 其实他跟你没那么亲 因为你是商业关系 你拿他的钱的 那这样的话 你一打听这个事 你在这打听事 他就可能 能计时到你的别墅也去打听 去传话 传小话 影响生意 这是道德已经影响到经济了 包打听 包打 这是你们上海盛产的 对对对 包打听 对 天天这种人往往还姓包 包整个第34代传人 包打听 真的 这种人去当记者 很合适 狗仔队很合适 全姓包 当朋友的话 那基本完蛋了 就是他没有上升到一个道德高度 我跟你讲 你说的道德高度 就是说白了 你像英国管家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人能够把自己管到这么一个规矩的程度 也很难 他有时候世世代代的都是管家 而且因为咱们现在乱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我觉得前一阵有一组图片 特别有这个象征性 就是你说的 你比如说 像那天咱们说老外 他其实比中国现在 他这个道德上他保守 那么他 好多他到中国 他觉得好像大解放 干什么都行了 你知道吗 但是实际上 有些老外 我看了很多特固执的那种 他其实都是他的那种道德教化 你看前一阵 这报纸上还炒出来的 北京 这车呀 他走了自行车道 他没走车行道 老外骑自行车的嘛 老外主持正义 他就拦着不让过 你像这一般咱都不会这么干 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 这个车司机下来 指着老太太的鼻子就骂 然后你再看下边 然后甚至于把老太太 自行车扔走了 但是这老太太如此的固执 你看 又把自行车拖回来 实际那辆车已经跑了 他还在 他拦第二辆车 你看这老外 就是这么 效忠一种那种 顽固的那种神情 他就是觉得 我哪怕你是中国 我也捍卫这个规矩 我们缺这样的人 这样人多了 那四季就乖乖地走快行 那些人需要得到教训 真是 孙子应该得到教训 现在也学会说孙子了 说到道德之后 最近我们女界有一个新闻 你知道我 我想了半天没想通 它是司法 还是道德 还是传统文化 我都没想清楚 这什么呢 陕西省人大开会 他要立一个法 正儿八经的提了一个意义 就关于性骚扰 陕西省的定义 是怎么样 他跟欧洲 我们通常知道 在美国的定义都不一样 欧洲在定义的话 就是在当事人不愿意的情况 强行的产生一些性方面的要求 或者说哪怕是意志 给别人有这个东西 陕西省 我一看挺逗 他说规定了三条 什么叫性骚扰 首先 他的性骚扰 仅限于男性对女性 女性有时候 比较强悍的女性 女性也愿意对男性 是 经常有这样的事 你干嘛很期待的看着我 男性对女性 如果下列三条 属于性骚扰的范畴 是要严令禁止的 是要被抓进去的 他是哪三条 你看得挺可笑 第一 我们过去说非礼物动 他说不能动 怎么动到 眼睛都不能动 就是说 如果盯着女性的第二性正部位 时间过长 这算性骚扰 多长算长 他没有界定 三秒 三分钟 三个小时 我就觉得那挺有意思 我找分钟单位来计算的 还有什么吹口哨 抛媚眼 这个都是很难做司法见的 我觉得这个怎么弄 这个法要算通过 咱去一下广告讨论一下影子的事 枪枪三线行 广告之后见 甭说你了 马先生一出差都受性骚扰的 你知道吗 你别看这样 你现在到宾馆里一住 十有八九都会有人打电话 你需要不要这个服务 那个服务 这说起来 这是比较明确的性骚扰 而且他不管 比如说他头一天给我打 我也别给我打电话 第一天可能没有判断出 我的声音比较纯厚 具有磁性 然后他没有判断出 我是个女的 第二天照打 第二天我掐戏了 咱们说我不要 然后他照打 他还问我 他不慌不忙问我 你为什么不要 我说我不行 为什么不行 别人都行 你为什么不行 强行 给我斗嘴 他一点都不招慌 这真是有意思 你算是骚扰我 女性对女性的骚扰 我也感到很难受 那一晚上 这个社会进入一个 快速的经济发展时期 这个不可避免 我觉得我们会逐渐规范 但是我觉得陕西省 那个规范有点过头 对 就是有点不够厚道 专家说这个提案 千万不不够当 我想那个事 首先是没法执行 没法执行的这些条款 我觉得最好就不做 什么叫抛面眼 但是他确实是有现实意义 比如说我走在路上 有一个 如果在美国 说实在 别人可能又要骂我 对你应该高兴 就我吹个口哨 就夸我长得pretty 我跟你说 在这里我就不舒服 我跟你讲 这个社会变化 我也不知道是哪对哪错 比如我当年 曾经有段时间 泡巴 去酒吧玩 对吧 不是 那个时候 我觉得挺好 就男美女的 人也比较纯 而且你看那个时候 为什么 大家不是特别快的 要去搞色情这一套 然后偷偷的看一眼 那叫泡面眼 其实我觉得 那不是姓嫂 去酒吧就是这个 偶尔看一眼 有点暧昧的东西 那是有 可是你知道 很多年我没有去了 然后我再去某些酒吧 我一看我怎么发现变了行事了 一个个都是 好多那男的啊 这就打着领带 大家一个公文包 舔肚子油光光的脸 然后一帮小姑娘 穿上这么厚的那个鞋 就在这个酒吧正中间 搔手弄姿 旁边 我去呢 旁边一圈男的 就这么傻乎 抱着那公文包 就这么看啊 瞪着这个女的 我就说这地方 怎么都这么玩了 就比较直接了嘛 就就 他在悬摸这个 是果果呀 是 据说唐朝的酒吧都是这样的 唐朝有酒吧吗 没有泡妹眼那一套的 直接就看看了 跳走 唐朝有酒吧 他们说有 我有时候偶尔的 非常偶尔的去一趟酒吧 我觉得是一种很轻松的环境才好 就大家 酒吧就希望碰见生人 全是熟人就没意思了 能聚会 这个屋子全都认的 那什么意思 很累 我曾经有一次 自己跑到酒吧里 就是想看一场球赛 那天就觉得特别好感受 就是谁都不通知 就一个人 那个感觉 我觉得很舒服 您就是找一没人的地方 对对对 就不想再说话 不想说话 当然也幻想着 有个人能坐得跟前 那最好 什么样的人 中国人和外国人 特别不一样 对 但没这事 中国人去酒吧 都是熟人 对 一块去 不是想外国人 说这也是 没问题